今晚我们去到第20章 第20章成49节很长 不过我们不会查到最后的6节 最后的6节我看来看去应该是黏着21章 不应该在20章那里 所以我们会去到第44节 我们今晚就结束了 今晚我们所说的 如果你有参加主日学 从小看圣经 你知道很多关于犹太人的历史的话 今晚的事情很多你已经会知道了 因为今晚是神将他的选民 一些过去可以说相当丑恶的历史 是说出来的 我们也看到这些选民和神之间的很特别的关系 第一节一开始的时候 又再给那个时间出来了 他说第七年 第七年五月初十 五月初十 那个年份我们是知道什么时候的 因为第七年是由以西结被老开始数 我们知道第二次巴比伦去那里劳略那些精英分子是哪一年 所以我们数到这个祭七年就是主前的五百九十一年 既然这里有说说五月初十 我们就知道用我们今天的历法 那个是八月四日 十四日 是夏天过后八月十四日 这个时间就跟第八章 上一次以西结有给了一个时间的指标 就在第八章那里 第八章那个时间是第六年 被老之后六年的六月初五 所以第八章到现在第二十章 中间是过了不够一年的时间 是十一个多月 这个日子另外还有一个重点 就是这个日子和将来耶路撒冷被巴比伦攻陷 是刚刚到第五年 就是说现在这个二十章 之后的五年 耶路撒冷就没有了 就被攻陷 人们所有被捉 整个耶路撒冷变了废墟 所以圣殿也是被捉 刚刚还有五年的时间 二十章所记载的 就好像第十四章那样 就是那些长老 长老就是宗教的领袖 宗教的领袖来到以西结的家里 这里说他们来求问耶和华 求问耶和华 就是要透过以西结来问上帝一些问题 是需要上帝来解答的 但是这里没有说到他们求问的是什么 因为接着我们就看到第三第四节 上帝说他有什么资格来求问 他是不应该求问的 我不会听他的求问 我不会接受他的求问 反而和以西结说 你要去审问他们 审问这两个字说了两次 你要审问他们 即是神说我不接受他们的询问 我不会回答他们 我猜他们问什么呢 那就要看回那个时候的背景了 那个时候距离南国亡国 还有五年的时间 在那段时间历史上告诉我们 大家听听 那个埃及的法老王 是打赢了一场很重要的仗 那场仗就是在非洲那里 他打下去南边今天的苏丹 他是打赢了一场仗 所以埃及王就红心勃勃 在那个时候 以那个西底加王 即是南国那里的王 就跟他签了协议 就是接受埃及的保护 你记得我们先两堂有说 西底加已经跟巴比伦签了约 是巴比伦按立西底加做王 来保护他 而神也透过耶利米才知 也透过以西结才知 就说你一定要乖乖地 听巴比伦说 你就能够传活 因为神是兴起巴比伦 兴起尼布甲尼撒王 做祂的仆人 在那个时候来到管治那里的世界 所以祂是要西底加王 遵守祂的协议 来臣服于巴比伦人 但是这个西底加王 不听先知的话 不听神的话 经常都是想黏在埃及那里 埃及又打赢了一场仗 他想着埃及很威风 而埃及也看到巴比伦在当时 是兴起 对埃及也是一个威胁 所以埃及就想打 巴比伦 那么西底加就想黏在埃及那里 来打巴比伦 好了 在这样的情形下 我相信这些长老 李秘鲁很关心的就是我什么时候可以回去 是不是 这是他们最关心的事 他现在听到的风声就是说 埃及就来会和南国一起打巴比伦 到底我们在这里的命运会怎样呢 我们是不是很快就回去呢 如果是两个国家联合来打巴比伦 应该机会很大 我们应该很快就回去 我们也有一群假先知 就说两年我们就回去 现在已经是成七年了 应该我们就快回去了 所以我相信他们来求问的就是说 那么下一步究竟怎样呢 现在世界的局势是这样打起来的时候 到底我们的命运会怎样呢 我们什么时候回去呢 这些都不是不合理的查询来的 因为可能有一两万人已经被套在那里 已经在那里 僵住在那里有成七年的时间 那问一下那个前途是怎样 应该没什么这么大事 但是神这里不回答他 你看看第三节 你们来事问我吗 你问吗 主要话说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我必不利被你们求问 不回答他 直接是不回答他 这个其实已经上一次在第十四章 那些长老去到找以西杰的时候 又是求问 在求问那时候 那时候神说我岂能私毫被他们求问吗 又是没有回答他的问题 为什么神不回答他们的问题呢 这些是宗教的领袖 问的问题也可以说是合理的问题 为什么不回答呢 第四节 人子要审问他们 你当时他们知道他们列祖那些可憎的事 神在这里看到他们的罪 我相信这里不是说 只是他们的先祖犯罪 这些所谓的长老就没有罪 所以神就很不公平地把他先祖的罪落在这帮长老里来生气他 我们上一次查第十八章的时候 我们查过神的眼光当中一人做事一人当 所以可见这一帮所谓的长老都不是那么好的 我们之前查到当神带领以西杰回到耶路撒冷那里去到圣殿那里看到 在那里拜偶像的那些全部都是宗教的领袖 都是宗教的领袖 就是说那个时刻 所谓宗教的领袖全部 其实心都在拜偶像 全部都是罪人 都是犯罪 而且呢 只听那些假先知说 虽然是来 求问 透过以西杰的求问 但是他们的心是不正的 所以心不正 你来到神面前 就算是透过先知 神都不跟你说话 神说我不跟你说话 我要你所知道的 就是你们这帮人 那个罪不是只是近期 是很早已经开始 你们整个民族 都是犯罪 这个民族 和上帝是有特别的关系的 因为下面神有说我简算你 我们看第五节 第五节 到第十节是说到 他们以色列人那些 那些可憎的事 全部在底下说 可憎的事 就是第四节尾那里 列祖那些可憎的事 就在底下 我把它分开 一二三四 四个部分 来到说 第一个部分 就是说他们在 埃及的时候 第五节 神对他们说 主耶和华如此说 当日我简选 以色列 当日 说回 之前 这个是 来他们 大概都有 一千年 他们简选 以色列 是向雅各家的后裔许 在埃及地将自己 向他们显然说 我是 耶和华 你的神 这里讲到 是 神有 好几次 是 接触他们 让他们 知道 他是 耶和华的 当日我简选 以色列 我相信这个一定是指 亚伯兰 这个应该创世纪第十二章 简选亚伯兰 就 应许他的后裔 好像天上的星地 地下的沙那么多 又说是次地给他 那个简选 简选这两个字 以色列书只在这里出现一次 这个简选是一个很特别 很unique 很特别的简选 不是普通的简选 就是说 神是特别来到 在世界那么多人 那么多民族当中 是特别简选以色列民族的 然后 他就说 向瓦国家的后裔起誓 就是由 神都是向瓦国 再一次 说 他是简选他的 我们没有时间 我们不去查 你可以 回去查一下 瓦国 瓦国 是当他逃亡的时候 逃亡的时候 他在路上看到 天开了 有天梯 上去 有天事 下来 天事上去 又到他回来的时候 在瓦博道口 又遇到 遇到天事 很可能 那个是 到成了身之前的主耶稣 所以 神将 向 阿伯拉罕的应许 到瓦国的时候 是 再一次 告诉他 再一次 是confirm的 然后 然后他说 在埃及地 又将自己 向他们显然 这个 我们要看一看 在埃及地的时候 神都向他们显然 我们看看 出埃及的第六章 我都要列了第六章 第1至第8节 我们知道 神向阿伯拉罕显然 我们知道神向雅各显然 但是 其实 神在埃及的时候 透过摩西也有向他们显然的 我们看看 出埃及第6章 第1节 耶和华对摩西说 现在你必看见我向法老所行的事 使他因我的大能的手 用以色列人去 且把他们赶出他的地 神晓于摩西说 我是耶和华 我从前向阿伯拉罕 以撒 雅各显然 为全能的神 至于我的名 耶和华 他们未曾知道 第4节 我与他们坚定所立的约 要把他寄居的加南地 赐给他们 第5节 我也听见 以色列人被埃及人虎代的哀声 我也纪念我的约 即是跟阿伯拉罕的约 跟雅各的约 现在到摩西时代 他们虽然是在埃及那里 都纪念 所以你要对以色列人说 我是耶和华 我要用新出来的 帮助 重重的惩罚 凝罚 凝罚 埃及人 救赎你们脱离他们的重担 不做他们的苦工 我要以你们为我的百姓 我也要作你的神 你们要知道 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是救你们脱离 埃及人之重担的 我起誓 应许阿伯拉罕 以撒雅各的那地 我要把你们领进去 将那地赐给你们为业 我是耶和华 所以 这里是讲到 向雅各家的后裔起誓 在埃及地 将自己 向他们显然 就讲回这三段的往事 由揽損 阿伯拉罕 到向雅各 很多人说 雅各是以色列的开始 因为 神将雅各的名字 改为以色列 但是其实 以色列开始 是 是阿伯拉罕开始的 不是雅各开始的 好了 我们这里 稍微停一停 就有一个 大的问题 这个问题 是 很多人都在困难 到底 以色列人在埃及 有多少年 四百年 四百年 很多人都说四百年 是不是四百年 很多人四百年 那我们回到 屋子前面 那里 以色列人在埃及 第五 到第十节 我们说 未进入这些经文之前 让我们先解决了这个问题 就是 到底 以色列人在埃及 多久 我们 一想起 诸一学 说的就是 四百年 有些说四百三十年 就是四百多年 他们在埃及 有四百多年的时间 这是我们一般 一般的 想法 有几节经文 是说的 我们看 那里有四节的经文 苍世纪十五章十三节 耶和华对阿伯兰说 这是一个寓言 你要的确知道 你的后裔 必 寄居别人的地 又服侍那地的人 那地的人要苦待他们多久 四百年 这个 很明显是指 他们去到埃及被奴役 这是他的后裔 神给阿伯拉开的寓言 就说 你的后裔会被奴役 四百年 好了 然后下面 《摘埃及记》第十二章 四十至四十一节 以色列人住在埃及共有四十四百三十年 还不是 四百三十年 证满了四百三十年的那一天 耶和华的军队 都从埃及地出来了 那就讲四百三十年了 前面讲四百年 这里讲四百三十年 或者是四百年 是round off 好了 你再看下去 出埃及记十二章 对不起 是《使徒人传》第七章 新约那里 神说他的后裔必寄居外邦 那里的人要叫他们做劳勃 虎待他们四百年 加拉太书 加拉太书所应许的 向着阿伯拉开和他的子孙说 神并不是说众子孙 只在许多日 乃是说你哪一个子孙 指着那个就是基督 他这样说 神预先所立的约 不能被那四百三十年以后的律法废调 叫应许 贵于去空 这里讲四百三十年 四百三十年 但其实 约失之后 他们那一代 在埃及 他们数来数去 都是得二百一十几年 就是 他们因为饥荒 约失就先 卖了去埃及 然后 他们 后来就去那里认回约失 他们去摔粮 因为饥荒 就认回约失 后来 雅各亚 那时候年纪很大 他们都去那里见到法老位的祝福 然后他们全家就 搬了去埃及 由那一代他们数一代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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数到 他们出埃及 数了那四十年 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是二百一十五年 就是二百一十五年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你说 写错了 但是创世纪 创世纪出埃及纪 第一第二节的经文 四百年四百三十年是谁写的 摩西写的 摩西应该知道他们在埃及多久 如果二百一十五年 摩西如果是 只那段时间 应该说他们在埃及二百多年 二百一十五年 没有在埃及有四百年的时间 那就是说还有二百年 那怎么办呢 那怎么办呢 这是一个圣经的难题 那是不是圣经有错呢 是不是这里 神计错了数 差了二百年 那怎么办呢 其实这里也是有解释的 有解释的 我们看看 很多学者指出 他们搬到埃及 只有二百十五年 给圣经记载 四百三十年 刚刚是一半 是一半 所以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间 只有二百多年 不是四百年 是不是有错误呢 好了 然后看 四百三十年 最简单的解释 就不是单单纯 约失那一代 去到埃及那里 那二百多年 不是单单纯 那个时间 因为那个时间 只有二百多年 不是只那一代 而是由 什么时候 开始 他们是在埃及呢 虽然不是全部时间都在那里 其实是哪个第一个 搬到埃及那里 阿伯拉罕 是阿伯拉罕 阿伯拉罕也是因为 饥荒 而搬 移居到 去埃及那里 你不信 回去看看 《创世纪》第十二章 第十节 《创世纪》第十二章 第十节 这就正好四百三年 然后呢 四百年的时间 他们计算 四百年的时间 是他们被虎待 被虎待 就不只是在埃及被虎待 他们计算那四百年 由以撒 由以撒 由以撒的五岁的时候 断乃的时候 他们是五岁 由他五岁的时候 开始计算到他出埃及 是刚刚好是四百年 那为什么是计算 以撒断乃那里呢 他们呢 你看看《创世纪》二十一章第八 至第九节 你记得 以撒之前是不是 阿伯拉罕就娶了 婢女撒来 或者 夏夹 娶了夏夹是婢女 他们就生了以撒马尼 夏夹是什么人 是埃及人 他生了个儿子 撒来就没有儿子 到后来 因为神应了他的儿子 他就生了以撒 当以撒还是很小的时候 是被人欺负的 你看看《创世纪》第21章第八第九节 牌子漸长就断尿乃 以撒断尿乃的日子 阿伯拉罕切封城的原殖 这个儿子很珍贵 知道这个儿子是应许的儿子 撒拉罕 看见埃及人下夹 特别是提埃及人下夹 给阿伯拉罕所生的儿子 血气肖 即是以撒马尼是哈尔撒 因为他年纪大 他早几年出生 所以他是哈尔撒 所以在《加拉罕》第4章第29节 就讲得更加清楚 那按着血气生的 我们知道这个是谁 这个是以撒马尼 是不合神心意的 是按着血气生的 迫伯那按着性灵生的 按着性灵生的 就是指以撒 这个是神所简选的 这里是直接说迫伯 上面创世记那里 就说是气笑 即是以撒马尼是与他为敌 到今天这个情况也是在 所以如果是由 以撒被迫伯 一直到他们出埃及 脱离埃及 刚刚就是400年 所以那个400年和430年 在时间上 是有这个解释 这个是不是正确的解释 我们不知道 但是似乎是挺合理的 所以 这是一般解经家解决这个 难题的方法 毫无疑问的就是 犹太人是被神特别简选的 整个世界这么多民族 他是特别简选 特别简选 而且是简选 又向他们起誓 又向他们显现 第六节 翻译第六节 那日我向他们起誓 必领他们出埃及 到我为他们插看 流奶与物之地 那地在万国中是有荣耀的 就是以前试过给他们 加南地 他们离开了 几百年 现在是叫他们回到那里 第七节 我对他们说 你们国人要抛弃眼所 喜爱那可憎之物 不可因埃及的偶像 占污自己 我是耶和华 我对他们说 神告诉他们 你在埃及 不要拜那些偶像 即是说他们在埃及有拜偶像 这班人 被神所拣选 应该认识神的 他们去到埃及的时候 就跟了埃及人拜那里的偶像 这两句特别的地方 就是我们在圣经其他的地方 在摩西五经那里 找不到神有 跟他们说过 不要拜偶像 甚至 我们也不是很多经文 有说 他们在埃及 跟了埃及人拜偶像 起码在摩西五经里 你找不到 你找不到 要找到哪里呢 找到约书亚记的第24章 临到约书亚离世 最后那章的时候 他劝勉 入了加南的人 就说 你们不要拜偶像 不要像 他们以前在埃及拜偶像 唯一就是 那一段 有 牵过 就是说他们 有拜过偶像 有拜过偶像 但是在这里 就似乎神是将 一些在其他地方 没有摆到的资料 在这里告诉我们 就是那群 以色列人 在埃及的时候 有跟了埃及人 去拜偶像 在那里 那二百多年的时间 他们去到 跟了埃及人拜偶像 所以在这里 我对他们说 那时候有吩咐他们 是透过摩西 透过谁 谁是吩咐他们 是不好的 去拜偶像 但是呢 他们要不要呢 第八节 第八节 他们的拨益我 不肯听从我 不抛弃他们眼前所起 爱哪可憎之物 这里完全说回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是补充他们在埃及的时候 那段的日子 都是拜偶像 不离弃埃及的偶像 所以我就说我要把我的憤怒 谈到在他们身上 在埃及地 向他们成就 我怒终所定 所以后来 神也拯救他们 出埃及 但是神也有惩罚他们 第一个惩罚就是 他们被努役 来苦工 然后当 神叫摩西 去法老面前 说 你放那些人走 那个法老不单止不放 还加重的来努役他们 所以他们受的苦更厉害 到摩西去的时候更厉害 所以他们就怒了摩西 说为什么你要这样做 我们虽然在这里努役 但是我们都 都习惯了 我们终于在这里生活 然后 你记得那十个灾 那十个灾 那十个灾前面的三个灾 所以 是所有人都要受的 连这些 以色列人都要受的 是由第四个灾开始 神就叫摩西 告诉法老听 由现在开始 我再降灾下来 我就要分开 埃及人 和我的选民 由第四个灾开始 以色列人就不用受了 一直到最后 杀长子他们就没事了 但是前面那三个灾 什么水变血 以色列人都要受的 前面那三个灾全部人都要受的 所以他们 神的那个愤怒 不单止是谈到在 埃及人身上 亦都是谈到在他们身上 所以他们在埃及埃役 都是神的懲罰的一部分 在埃及向他们成就 老中所定 神恨到 因为神叫摩西去 要求法老给他们走 神要开始要拯救他们 但是这班的以色列人 不单止不领情 而且还骂摩西 神就很生气 神就跟摩西说 不如我灭了他们 我灭了他们 只让摩西家 是有后代 即是说 阿伯拉罕那些英许 是透过摩西一家 阿伯拉罕就下去 其他那些 以色列人 全部都灭了 神有两次是这样 一次是他们 还在埃及的时候 来埋怨 另外一次 就是出了埃及之后 是在抗野 来埋怨 所以神就说 我不要这班人 我恨这班人 恨到我不要他们了 当然是摩西 摩西是 为他们求情 摩西求情的方法 是怎样 摩西就很厉害 摩西说 这班人 人都知道是属于你的 你拣选了 现在你击杀了他们的时候 那些人 很难向人交代 他出了埃及之后 那一次神说要杀了他们的时候 摩西也是这样说 你带了他们 出埃及 然后在抗野 如果他们全部都死了 那就是你搞不定他们 那就是会羞辱了你的名字 所以两次 神都是被摩西 这样来到说服他圣经 说神后悔 其实神是完全知道了 神是让摩西 来到 说出 为什么神要保留这班的罪人 我们看第九节 我却为我明的缘故 没有这样行 免得我的名在他们所住的列国眼前 是被蝕毒的 神是说我的名是不要被人蝕毒的 所以 我不要人家说 我这班人 我选择了他 我都搞不定 他自己都来 来拨抑我 我都搞不定 要杀了他 神说 我不这样做 我领他们出埃及 这在列国眼前 将自己 来到 向他们显然 这一句 第九节 这句 你看到第十七节 第十七节 我眼形顾色 他们不毁灭 他们不将他们 抗野那里灭绝 然后 第22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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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以色列人 百几万人 一去到埃及 就拜埃及的偶像 到神要来拯救他们 他们都是 很多的埋怨 圣经那里记载了 他们起码有十四次埋怨 这帮人是很怀劣的 所以 神都保留他们 但是 不让他们进去 二十岁以上的人 除了两个人 全部是不能够 入 加南地 就是全部 在抗野里死了 所以他们都受到 他们的刑罰 但是神不是 立即就灭了他们 都被他们在抗野 一段时候 然后 他们进不了 去加南 好了 然后第十节 这样我就使他们 出埃及地 领他们到抗野 所以这个第一段 第五节到第十节 是讲到他们 在埃及的劣行 这里是 讲他们 他们列祖可憎的事 第一个部分 就是当他们去到埃及 连神要拯救他们出来的时候 他们一样都是这么怀劣 这是第一个部分 第二个部分 就是11节到第26节 很长 这里 这儿 整个十五节的经文 就是说他们出了 埃及 在抗野那里的恶行 第十一节 我将我的律例 是赐给他们 我将我的典章 是指示给他们 这个在埃及 是未赐给他们的 这个是出到抗野 在西乃山那里 神是透过摩西 律例将 律例将典章 指示他们 这些律例典章 不是限制他们 什么不可以做 什么不可以做 限制他们的自由 乃是要让他们能够存活 这里说 人若遵行 就必活着 这里有两个意思 第一个意思 就是百几万人 走在抗野那里 人和人之间那么多的接触 如果不是有一些规条 这一帮那么顽劣的人 就乱了 抢野杀人 什么都来的 所以一定是有一些规律 是下来 是要他们遵守 大家互相不侵犯 还有 有很多的律例 神是 颁布是 维生法律 就是说他们 有什么不能吃的 那些 今天我们看回 如果是 有健康 食物知识那方面 是知道是很合理的 什么是不能吃的 什么是能吃的 乳母鱼又不能吃的 有些动物 是怎样又不能吃的 现在今天看 全部是有根据 就是说 他们在抗野走的时候 他们的健康 神要他们保持他们的健康 所以神是颁布了一些律例 让他们的生活 让他们的健康 是能够 不会是 百万人在当时的 的環境 是会有很多的 病痛出现 是人进行 当然律例里 亦有是敬拜 亦有淑灵的律例 不单是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 不单是 呃亦的 也神颁布一些 是要他们 知道 神是耶和 所以第12节 又把我的安息日赐给他们 神在这里特别提 安息日 然后到第20节 神又,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在这一日我与你们中间为证据 使你们知道我是耶和华你的神 这个神特别是提醒,在他们出了埃及之后 神是要他们守安息日 安息日就是一个星期一日 他们今天都守的,星期五到星期六 有一天不是我们的主日,星期五晚至星期六晚 神特别吩咐他们 然后是有特别的节旗的时候,他们又有特别的安息日 但是最常见的就是每一个星期的安息日 目的是什么呢? 神说是好在我与他们中间为证据,证明什么呢? 证明什么? 证明他们是被拣选的 神从来没有叫过其他的民族守安息日 只是叫犹太人守安息日 有时我们说因为神做万物第七日休息 所以祂就要人休息 让他们休息一下不用太辛苦 但是这里其实是属灵的意义 就是神说我要给你一个记号 这个记号是你们每一个礼拜由自己提醒自己的 就是你与神之间有一个特别的关系 所以你们就要知道祂是神 神是不要他们去拜偶像的 一个证据 使他们知道我耶和华是叫他们成为圣洁 因为神是圣洁 拣选了他们其实就是要他们成为圣洁的国民 是一个样板 神拣选犹太人是让人看到犹太人 反映了神的圣洁 然后他们也是祭司 是将其他外邦人带到神的面前 其实他们的职责是这样的 他们行不行 当然不行 吵架到不得了也不行 但是神也透过犹太人来拯救世人 虽然这帮人是如此顽劣 但是圣经除了一卷书是全是犹太人写的 救主是不是犹太人 耶稣是不是犹太人 耶稣是犹太人 教会是什么人开始的 我们今天教会是什么人开始的 犹太人 所以神也是用犹太人 但是不是用到整个民族 因为整个民族大部分的人都拜偶像 所以神在这里有一个证据 叫他们知道他们是属于耶和华的 十三节 以色列家却在抗野 撥溢我 不信从我的律例 奸弃我的典章 大大干犯我的安息日 我就说要在抗野 将我的愤怒 倾倒在他们身上 灭绝他们 那个很可悲的就是 他们在埃及 跟了埃及人 他们在那里生活 然后神带领他们出埃及 你有没有看过出埃及的电影 他们是走投无路 面对着红海后面埃及的追兵追到来 他们是害怕得不得了的 因为会死在那里的 在那里游怨摩西 为什么你带我们出来 神是用火柱在后面挡住那些埃及的兵 不让他们进来 然后神是分开红海让他们过 然后拿走火柱那些埃及的兵才下去 这些神迹我们今天要看起才看到 但是当日那百多万的意识利人 他们是否看到的 亲历其境当然看到 当然看到 看到后面有火柱那些兵不连得来 然后前面红海分开 他们都走过红海 这些人每一个人都走过红海 他们知道是有神迹的 但是看了神迹的人不等于 他们的心就一定归向耶和华 你看看他们在抗野里 我十四次埋怨 在抗野里有没有拜偶像? 有,一样拜偶像 一样拜偶像 所以他们真的很惹神的怒 所以又不守安息日 神颁布了安息日 他们一样安息日照做事 不理那么多 第十四节 我却为我这名的缘故 又没有这样行 这个也是好像刚才那样说的 本来是想灭绝他的 但是因为他明的缘故 没有这样行 免得我的名在领他们出埃及的 列国人眼前是被窃毒 就是不让别人说 带了他们出来大搞他们不行 出来才灭光他 第十五节 并且我在抗野当中向他们起誓 必不领他们进入我所赐给他们流乃寓物之地 这个地是在万国当中有荣耀的 第十六节 因为他们淹气我的典章 不信从我的律例 干犯我的安息日 第十七节 我仍然爱惜他们 不毁灭他们 不再抗野将他们灭绝 在抗野对他们的儿女说 不要遵行你父亲的律例 即是教导下一代 神教导下一代 然后第二十节 且以我的安息日为圣 是来到教导 是要下一代来都进行的 他们进不进行呢 二十一节 只是因他们的儿女勃异我 不信从 一代一代都是 下一代都是 在抗野出生那些都是 所以结果神只是给那些二十岁以下的 他们在抗野出生了四十年 即是包括在埃及出生那些 还有在抗野 开始那二十年所出生的人 全部没得进去 只是 最后那二十年的年轻人 是有得进去 好了 第二十二节 虽然如此我却为我的名原故 是没有这样行 没有灭绝他们 神再说一次 我没有灭绝他们 但是他们一直都是缝溺的 第二十三节 我在抗野向他们起誓 必将他们分散在列国 四散在列邦 这个要分散他们 其实在抗野的时候已经告诉他们了 要惩罚他们 将他们入了嘉南之后 以后也是要打散他们的 因为第二十四节 不遵行我的典章 厌弃我的律例 干泛我的安息日 眼目仰望他们父亲在埃及拜的偶像 第二十五节 二十五节 留意了 二十五节 我也任他们遵行不美的律例 谨守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 这里说 神让他们既然不守神给他的律例 神让他们给很多不好的律例 给很多是恶的规 来绑住他们 即是说你不守神的规 你认为神的规例很难受吗 神让你有一些不好的律例 是一些恶规来绑住你 很讽刺 那这些是什么律例 这是什么律例 很明显的就是 这些一定不是神颁布的律例 神颁布的律例是好的 是为他们好的 是令他们传活的 叫他们认识神的 为他们的身体好的 又为他们人世关系好的 那这些律例从哪里走出来呢 不美的律例 不能使人活着的恶规 这些是从哪里来的呢 那你如果认识犹太人 你知道了 到后来是不是他们很多律例 人定很多律例出来 反而神那些定出来的 是容易守的 是对他们好的 他们不守 那神就让人 到耶稣基督时代的那些法利塞人 那些法利塞人 他们定了六百多条例出来 六百多条 三百六十五条 是你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不可以做什么 限制住他们 但是那些是不是神吩咐的呢 不是神吩咐的 是人家上去的 所以这个很讽刺 就是神给你 很容易守对你好的例 你不守 你不守什么 神兴起一些 你们中间里面的领袖 那些的 假无为善的人 是定了很多很多 是多余的律例 很难守的律例 那些是 吾美的律例 也都是不能使人活着 反而还叫人死的 那些的恶规 这个就是耶稣基督的时代 耶稣基督罵他们 是罵得很厉害 这个是在《马太福音》 第23章 第23章 整章都是耶稣罵他们 我想我们不够时间去读 你回去自己看 《马太福音》第23章 第27节 耶稣罵那些法利塞人 是粉色的坟墓 外面好看 那些规条 守规条 把规条绑在手上 绑在额头上 被人看到它是守规条 外面好看 里面就装满了死人的骨头 和一切的污蔑 一切的污蔑 第26节 是说他们 他们守的那些规例 其中有些 就是去守外方人拜偶像所做的事 不单止是后面法利塞人定出很多多余的规例 什么不能说 什么不能做 什么不能吃 而是当他们去跟外邦人拜偶像的时候 他们就跟了外邦人所做的事 但是在犹太人神吩咐他们 投生的第一胎是献给神的 是一个特别的祝福 第一胎 他们竟然将神特别的祝福 是献在祭坛那里 是烧他们 烧死他们 那你生出来的子 这样烧死 你说这些 这些规例 不美的律例 恶规 跟了外邦人那里 神就说我任凭他们在这些贡献的事上 羡慕自己 任凭 任凭这两个字很可怕 就是神放弃 叫极你都不听 叫你走左 你走右 故意不听 撥溢 这样的时候 叫得差不多 神就说我不说 任凭你 任凭放弃你的时候 那就很惨了 任凭他羡慕自己 结果是怎样呢 结果叫他们淒凉 淒凉 犹太人的历史是很淒凉 很淒凉 你想想 由在埃及的时候 埃及的时候 一直到今天 今天大多数人都不信 犹太人今天仍然都是这么拨溢 可能今天那个拨溢 比以前更厉害 今天是完全不信 耶稣来都不认他 就是一个很潑溢的民族 因为民族很奇怪 神真的有很多祝福给他 那些人又生得漂亮 那些女孩又生得漂亮 又聪明 但是 永远是 是违背神的 即是 他应该 世界这么多民族当中 有一个民族 应该特别对神认识 因为神介入他的历史 而且是这么多千年都保守他 他们回到圣经就可以看到 神对他的应许一直都没有离开他们 能够到今天仍然还有犹太人的存在 而且神说打散他们 那就已经两千多年打散了 神又说会招聚他们 招聚他们 是由二十世纪初期开始 那个高峰就是1948年 一步一步神带领他们 在那里见回自己国家 然后呢 1948年开始 现在一直招聚他们回去 这个过程现在就在我们眼前 我们外邦人都看到 看到神的预言 看到那个成就 事情的成就 他们自己反而看不到 自己反而看不到 神是用什么方法 将他们招聚回去 苦难 所以现在欧洲很多回去 法国很多回去 因为反游 神让世界是反游 迫害他们就到他们回去 但是神的应许是说有一天 他们全部要回去 包括在美国这些犹太人 是全部要回去 全部不是部份 全部回去 那怎样全部回去 一他们不肯 就是那时候 那时候被老了七十年 有得回去 大部分人都不回去 大部分人走了 不回去 但是神现在是要他们回去 因为在末世的计划里面 是他们全部要回去 那里 全部回去 然后主耶稣回来 在那里掌权 那这个灾难呢 我们或者跳前说一下 这个灾难就是大灾难 我们以前查 谈以理书 查启示录的时候 都有说 将来那个七年的大灾难 七年的大灾难 是为谁而设的呢 七年的大灾难 我们下面先 一会儿再跳下去 我们兜时间 好 我们27节 27到31节 这几节 是说到他们 神带领了他们进去加南地 在加南地一样是拜偶像 埃及到抗野到加南地 没有放弃过他们的偶像 虽然看到神的手一直带领他们 真的很奇怪 那么多神迹显然在他们面前 那么多神迹在他们当中 但是竟然也一样是伯逆 27节 你要告诉以色列家说 主耶华如此说 你的列祖在得罪我的事上 蝕毒我 因为我领了他们 去我起誓 应许他们的地 进了加南地 他们看到高山 加南地里的高山的时候 他们在那里做什么呢 在那里献祭 奉上惹我发怒的贡物 在那里焚烧轻香的祭生 他们在那里不是在上面敬拜神 敬拜神是进了加南地 在那里有圣殿 他们在高山做什么呢 高山就是外邦人在高山那里拜偶像 所以我们去到以色列去到该撒尼阿肥立比 去到北边 耶稣带他们在山上 山上的人在那里拜偶像 所以耶稣要在那里 在那么多人拜偶像的地方 问他们 人家说我是谁 然后彼得就说 你是基督 是永生神的义子 特别带他们到高山那里 因为在高山那里 是外邦人在那里拜偶像 这些以色列人进到加南地 一样是这样做 好了29节 我就对他们说 你们上去的高处是做什么呢 高处的字在原文里叫巴麻 巴麻 巴麻是高处 这个翻译得对的 但巴麻还有一个意思 就是你去那里做什么 好像是神一个质问 就是你想去高山做什么 你想去高山就是去拜偶像 就是神不欢喜的 所以神在这里说 这个高处这个名字 又叫做 是你想去做什么 30节 你要对以色列家说 主耶华如此说 你们凝照你们列祖所行的之母自己 凝照他们可争的事行邪淫 一代一代下来 一代一代 都是这样 31节 你们奉上的贡物 使你们的儿子惊火的时候 仍将一切偶像之母自己 直到今天吗 以色列家 我起避你们求问吗 又回去 这一帮长老来求问 神说 我已经忍了你们成千年了 你们都是这么拨抑的时候 你还来问我 我为什么要回答你呢 主耶华说 我指着我的永生起誓 我必不被你们求问 不说给你们听 不说给你们听 要说的东西 透过先知 你就听先知所说的 你没有这样的权 来问耶华 好了 32节 一直到39节 就说到他们在 抗野 外邦的抗野 他进了加南之后 就经过士师的时代 400年 那个也是很惨的时代 很惨 然后神兴起大位所罗门只有80年的好境 所罗门又犯罪了 所罗门又败偶像 所以所罗门之后就分开北国南国 到他们现在这个时候 北国已经没了 都散了 只剩下南国的时候 他们依然是拜偶像 因为在耶路撒冷还在拜偶像 在圣殿那里拜偶像 所以神很容忍这帮人 很容忍这帮人 好了 然后他们将会是被赶散 不在加南地那里 被赶散 要在外邦人 好像回到抗野那里 即是已经进了加南地 应许美地 但因为犯罪 神要将他们赶出来 但是神将会再一次带他们出埃及 我们看很快去看看 32章 32节 你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种族一样 这个就是他们的致命相 神简选他们是要他们被分别为圣 男人受割礼 安息日 有些东西不能吃 也不能跟外邦人通分 这些东西要保持他们的独特性 是叫他们分别出来的 但是他们自己的意愿是什么呢 他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和列国的宗教一样 去侍奉木头和石头 这个是跟神的旨意完全是违背的 神要他们分别为圣 他们自己就说我要跟外邦人一样 他们连要求有个王 都看到周围的外邦人的国有王 所以他又要求皇帝 神都赐福给他们 都兴起一两个好的王给他们 但其实在神的原本计划当中是没有按立王的 谁是他们的王呢? 上帝就是他们的王 他们如果跟着上帝不是要求有人的王 就不会有那么多的麻烦 但是神也就着他们 他们说我们要像外邦人那样 但是神说我一定不会给这件事 我不会给你们是跟了外邦人 你跟了外邦人 慢慢就没有了犹太人 就是这个民族没有了 跟了被人同化了 神说我绝对不容许这件事 所以神说我指着我永生起誓 所以33节 我总要作皇用大能的手 和伸出来的傍庇 和傾出来的愤怒来治理你们 就是神说我会不让这件事发生 我不会给你们跟外邦同化了 就算你们拜偶像 我都要保留你们是一个独特的民族 第34节 我用大能的手伸出来的傍庇 谈出来的愤怒 再说一次 将你们在万民当中领出来 在分散的列国当中是聚集你们 就是打散了你们去到万民当中 那你就很开心了 我可以跟着那些外邦人 做他们做的东西 吃他们吃的东西 我不用遵守神给我的律例 我连犹太人都不做了 我全部跟外邦人同化 这个是他们心想 但是神说 我就算打散你们 我都不会容许你们 是与外邦人和列国的一样 第35节 我必带你们到外邦人的抗野 在那里刑罚你们 就是神说 我都会带着你们 好像当初出抗野那样 带着你们再一次在抗野那里 但是在抗野那里受到刑罚 是列国都看到你是被神所惩罚的 所以犹太人过去这千多年的历史 那些被迫害那些 是在全世界中目攜攜下 看到 所以有些人会不明白 他们如果这样是选民 这么苦的 去到哪里都要被迫迫 还被希特拉杀了六百万人 整天被人迫迫 这样是神的指纹吗 这是神的刑罚 一直临到他们 让他们无法同化 其实是 惩罚他们就是 他们在哪里很成功 那些人都不喜欢他们 到一有事的时候就扔他们 去到哪里扔他们 变成他们想同化也很难同化 迫着他们要保留自己的民族 那么就三十七节 我必使你们从杖下经过 杖下经过 即是你们会受很多的苦 在利未记二十七章三十二节 牛群羊群在杖下经过的 有十只有一只要拿出来给神 即是十分之一 然后我这里慢慢看 撒加利亚书十三章八至九节 是说他们有三分二是要被剪罪的 即是这个是说到 犹太人因为长期的撥益 神的形态是临到他 是叫他们很多人要失去他的生命 第二十八节 我必从你们中间随正撥益 或得罪我的人 在他们寄居的地方领出来 他们却不得入以色列地 这个是否很像当初 由埃及出来 在抗野走 他们依然犯罪 结果只有很少人进去应许之地 这个就是 现在神是再一次 好像会带领他们出来 带领他们出来 但是他们当中是要经过很多的苦难 还有很多人是要死的 三十九节 以色列家 至于你们主耶和华如此说 从此以后若不听从我 就任凭 又出现这个字 任凭 你们去事奉偶像 只是不可再因你们的供物和偶像 这一段 应该是说到将来 当神在世界各地 招聚他们回去的时候 他们要经过很大的苦难 现在这个是出现在我们眼前 但是到将来七年大灾难的时候 敌基督出来 是会在世界各地的时候 反游 凡是犹太人 在哪里 包括在美国 都很难生存 迫着他们 到时是要全部回到以色列 所以神一定是要保守这个民族 有这个民族才能回去 又要保守给他们的地 有他们自己的国家 可以在那里接受这些人回来 所以神是保守这些犹太人 就算他们怎样犯罪 神也不会灭掉他们 灭掉他们 很多后面的预言 连整个大灾难的意义都没有了 如果今天没有了犹太人的时候 没有犹太人 不需要有大灾难 因为大灾难是为犹太人 不需要有大灾难的 所以你看看 你看看 在《马太福音》第24章 近尾那里 主耶稣也如此形容 是第36节 这个诗组下面 旧约耶利米说 若灾 哪日为大 无日可比 这是雅各遭难的时候 这是指向将来那7年的大灾难 叫做 Jacob's trouble 所以灾难不是为我们外邦人 是为雅各的后代 雅各遭难的时候 但他必被救出来 最终是救他们 他们不会在大灾难当中灭种 耶稣怎么说呢? 《马太福音》第24章 因为那时必有大灾难 从世界的起头直到如今 没有这样的灾难 后来也没有 若不减少那日子 凡有血气的种 没有一个得救 只是为了 为了谁呢? 选民 这个大灾难是为了选民 选民只给了七年的时间 七年的时间 真正的大灾难是后面的三年半 所以日子不是很长 神故意把日子减少了 就是因为选民的缘故 不想他们全部灭绝 所以这里是说 将来神会用大灾难 逼使这帮人 不单是全部回去以色列 而且他们回去的时候 是会在那里 到最后的时候 是最终认识到耶稣基督就是尼赛亚的 所以在20章第40节到第49节 或者我们去到第44节 最后那六节应该贴着21章 是说到将来神要复兴以色列 虽然他过去有这么丑陋的历史 有这么长期的灾难 但是第40节这里 主耶和华说在我的圣山 就是以色列高处的山 所有以色列全家都要侍奉我 有一天他们不会再在高处拜偶像 他们在高处来试奉耶和华 然后神要在那里来越纳他们 向他们要供物和初熟的土产 并一切的圣物 那个关系重建了 将来重建在以色列的山上 来到敬大神 4节1节 我从万民宗领你们出来 从分散的列国内聚集你们 这里是讲到将来 神要打散了 好像不是再在一个地方埃及 在世界这么多的埃及外邦人的地方 是在那里招聚他们出来 招聚他们出来 回到那里 那时我必越纳你们 好像兴乡的祭 要在外邦人眼前 在你们身上显为圣 不再在外邦人面前 来到懲罰你 乃是要在外邦人面前 让人看到 你反映了神的圣帖 这是神 原来给犹太人的目的 将来是会再回去 42节 我领你们进入以色列地 这几节的经文 好像是再一次 神带领他们出埃及 今次 入回去加南地 神原来应许阿伯拉罕的地方 起誓应许刺给你们列祖的地 那时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43节 你们在那里要追念 尖乎自己行动行为 又要因所做的一切恶事 厌惡自己 厌惡自己 我们看看阿伯拉罕 到最后那里 到最后那里 首先我们看以赛亚书第二章 我们以前查以赛亚书 说过这里 末后的日子 主耶稣再回来 这里是说到千禧年的时候 大灾难结束了 主耶稣回来地上掌权 在耶路撒冷建立他的宝座 末后的日子 耶和华的山必建立 千禧年度会建第四圣殿 第三圣殿是在灾难里面 那是个怪胎 那是七年时间的 那是不合神心意的 那是敌基督帮那些不信的犹太人 是建了圣殿在圣殿山那里 但是七年就没有了 但是在千禧年的时候 会有第四圣殿 耶和华的山必建立超乎朱山 高举过于万岭 万民都来留归这山 个个都向着以色列那里去 必有很多国民前往说 我们要登耶和华的山 奔雅各神的殿 你看看 殿又在那里 这个殿不是他们想准备起的第三圣殿 这是主耶稣再回来之后 在圣殿山上有圣殿 这是第四圣殿 主必将他们的道教训我们 我们也要行祂的路 因为训惠必出于石岸 耶和华的言语必出于耶路撒冷 在千禧年的时候 耶路撒冷是世界的中心 主耶稣在那里掌权 我们看最后一节的经文 《撒加利亚书》12章第10节 这里是回到他们的大灾难源 进入千禧年 他们最终认识耶稣基督就是尼塞亚 我们看看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我必将那诗恩叫人懇求的灵 敲冠大为家和耶路撒冷的居民 他们必仰望我 出之是仰望 仰望上帝了 不再扮偶像了 这个我是谁呢 就是他们所扎的 所扎的 所扎的这个是指主耶稣 他们当时是用枪扎他的腊 必为我悲哀 如丧独生子 又为我仇苦 如丧长子 那时候他们最终明白到耶稣是尼塞亚 找到尼塞亚了 经过几千年 reject过他的 现在知道被扎的就是他们的尼塞亚 反而他们仇苦仇哀哭 好像丧长子 我重复那里的经文 下来这里的时候 第43节 你们在哪里要追念尖乎自己的行动行为 什么是尖乎自己的行动行为 是指什么 指他们几千年来一代一代拜偶像 吴正英臣 过去的那个撥溢的恶行 为了这些行为 又要因为所做一切的恶事 几千年的恶事 现在知道这些是恶事 他们是厌恶自己 厌恶自己 所以当我们突然知道主耶稣是救主的时候 他们会很后悔 在我们眼前 我们都看不到 为什么我们这么傻 几千年我们都看不到 受了这么多的苦 反而外邦人我们还看到 他们看不到 到那个时候 他就为了这个仇苦 好像丧长子 即是很后悔 那么多代是失落 很后悔 好了 44节 主耶和华说 以色列家 我为我名的缘故 不照你的恶行 和你的坏事代理 你们就知道 我是耶和华 这个重新了三四次 神只是说 你这样顶撞我 这样撥溢我 我惩罚你 但是我都保留你 我都保守你 在适当的时候 也都拯救你们 你在埃及拜偶像 我们今天知道他们在埃及拜偶像 应该就留他们在埃及 让他们死了 神又带他们出来 带他们出来 在抗亿里拜偶像 应该就全部都灭了 神又被他们当中 有些人进去加拿大 即是仍然保留这个民族 为什么呢 因为他向阿伯拉罕 向雅各 是应许过 是要赐地给他们 你要有人才可以赐地 说要祝福他的后裔 勉强来说 杀光他们 只是保留摩西一家 摩西的后裔都是犹太人 由他的后裔 杀光这帮勃弱的 只是让摩西的后裔 这样也可以 但是那个不是神的心意 不是神的心意 是雅各的后裔 因为神是跟雅各说的 那个是神所揀选的 是雅各的后裔 不是去到只是摩西的后裔 所以这是神整个的计划里面的时候 不会因为这些人的勃异 就打乱了神整个的计划 今天也是 今天神整个的计划 现在来到末世的时候 有什么事情会发生 我们查启示录那些预言 预言是一步一步全部都会发生 有些我们今天看来不是太可能 或者我们不是太明白的 其实都会一步一步一步的发生 因为神是掌权的神 虽然祂是公义的神 但祂也是慈爱的神 保留这帮人 到今天仍然还有神要拯救他们 最后六节我们查二十一章的时候 我们才贴到二十一章 应该不归二十章 好 犹太人的历史跟我们有什么关系呢 犹太人的历史就应该 这一章如果犹太人看到的时候 有几章的经文 如果犹太人看到的时候会很震撼 一章就是以赛亚书第五十三章 说到那个仇虎的仇人 那个明明是指耶稣 他们不看 我想当他们看到以色列书第二十章的时候 神是将他们过去的历史 丑恶的历史都说出来的时候 他们看到的时候 他们应该想 那我们今天呢 今天的情况比以前还差 这个时候呢 应该就会悔改 但是呢 他们现在 现在是 就是一个 今天的以色列不是一个 不是一个敬畏神的以色列 大部分的人是不信的 那些所谓 穿着黑衣那些 所谓很敬虔那些 都是外表的 真真正正认识 主耶稣的 Messianic Jew 很少数 很可怜的 其实是很可怜的 但是叫他们当代的大部分会得救的 就是会有一个大复兴在耶路撒冷那里 如果我们被提我们就看不到的了 那些 如果我们不被提我们就在这里就看得到 有什么问题 是 这些是旧约来的 他们不看新约而已 他们不理不信保罗讲的东西而已 有旧约的 这些是在他们的圣经里面的 以赛亚书是他们 以赛亚先知 耶利米先知 以色列先知 这些是大先知 即是他们的姓 那些是叫巴布 巴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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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对 他们不讨新约知 一样 一样 当然他们集中在摩西五经 但是这个都是旧约的 他们都看的 全本旧约都看的 他们是不信新约而已 但是 我们今天都看到整本旧约是指向新约 这里所说的有些是未成就 未成就千禧年那些 未成就的 还有前面的大灾难 Jacob's Trouble Jacob's Trouble 未成就 因为圣经讲得很清楚 以后他们是会被列国围攻的 到最后是被列国 列国就是多过一个国 但耶路撒冷从来未被多过一个国围攻 巴比伦一个国 罗马主后七十年 一个国 从来没有 万民列国一起来围攻 所以如果他们看到这些历史的时候知道这是未来的 但是他们就看不到 这个就是魔鬼蒙蔽了他们的心 我们认为我们 我们都看到了 为什么他们会看不到呢 我们读以赛亚书五十三章 都知道是在说什么 完全是形容了耶稣 他们都看不到 但是他们看这一章 我不知道他们的反应是怎样 神是数了他们列祖 他们认识这些东西 出埃及 行旷野 入加南 他们做了什么 圣经全部有说 全部有说 这里唯一是 圣经没有说的就是说他们在埃及拜偶像 在这些道神 划一些资料出来 即是到处处都拜偶像 但是未必是巴力 那些偶像 未必是外邦人那些偶像 但今天是不相信有神 不相信有神 我说 在书条 在他们 他们开始讨论 他们在书类 在书类 在书类 不知道他们祈祷的 独中是怎样 阿尼告诉我们 他们有很多 传统的那些 就是 天天都不做事 就是为国家祈祷 国家养他们 那些人很恨他们 因为我们在书类的 在书类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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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他们的书类生 这是他们的书类生 就是他们的书类生 就是敬畏 敬畏神 敬畏神的意思 他们看到他们祈祷的时候 是说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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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说 就是有外表 但是没有里面 没有实质 没有实质 因为神说 我给你们 你们这么喜欢 这么征手 耶和华给你的律例 我给你一些恶例 给你一些 人做出来的 来到困扰你 以色列文 以色列文 也是神所选择的 他们多不好 神在这里 说了四五次 我不放弃他们 我不会灭绝他们 圣经里面说 创世纪十二章第三节 祝福以色列的 神就祝福他 那里没有说 祝福 很爱上帝的以色列 所以以色列今天在这里 我们都是要祝福他 他几个不好 不是因为他好 所以祝福他 是因为他被神简传 是因为他被神简传 他不信也好 多坏也好 那天天神来对付他 但神依然保留他们 神没有灭绝他们 几千年仍然是 维持他们在这里 因为神有个美好的计划 在前面给他们 所以你看 他来到这里 到最后的那几节 是说回将来 是怎样 犹豪是将来 是世界的中心 那些人会去那里 朝圣 那时才是朝圣 那时千禧年的时候 主耶稣在那里 管理 管理世界 所以 我们不是说 以色列人今天 很合乎神的心意 一点也不是 你看 从埃及 在埃及一直到现在 都是这么 还紧 是一个 很薄逆的民族 但是神也是简传他 神简传了他 简传那个字 不是就这样随便简传 是很正宗简传他 有一次的经文神 应该是 我里面也有 说到 蒼西基 神说 以色列是我的长子 另外一次经文说 他是我眼中的同仁 所以神是简传他 是爱他 但是他们是 很不超 很不超都爱他 但是有一天 经过很大的苦难之后 他们会回转 回来 所以我们那时候查 查启示录的时候 就是 大灾难的时候 就是全世界开大报道会 神兴起 14万4千个 犹太宣教士 谁知道犹太宣教士 十几个支派 列出来 是向犹太人 传福音 全世界从来没有超过几万个宣教士 以前是几万个宣教士 但是到时会有14万4千个 而且我相信会集中在 在以色列那里 来跟那些以色列人传福音 还有两个见证人 两个见证人 会行神迹的 在耶路撒冷街 然后到最后 神用天字 在天空 在启示录 所以神没有放弃这帮人 没有放弃这帮人 但是他们要经过很大的负难 我们就很大祝福了 我们就神特别又另外揀损我们 暂时他们不信 所以我们接上去 但是其实神又是老早揀损我们的 很奇妙 神是先揀损他们 然后再揀损我们 揀损了我们 我们今天就 有圣灵在我们里面 我们有了 神儿子的名分 我们在等着 跟主耶稣一起 所以 神特别爱我们 如果我们先入坟墓 第二天復活的 也是我们这帮先 先过了旧约 所以神又是给我们 很大的祝福 所以神的爱 是大到 是我们外邦人 本来是 跟神的应许没份 但是神说我在创世之前已经是揀损了 我们 其实 我们受了很多苦的 因为我们有新药 新药是给我们看到 整个旧属是更加全面 你单单是看旧约 如果我们今天没有新药 只得旧约 我们也有 因为不会明白 耶稣基督 之后是怎样 看到有很多指标指向 但是 我们今天有新药 有耶稣基督自己的话 再有是保罗的话 再有约翰 神特别给他看到将来是怎样 所以如果只看旧约 是 差了很多 你只看新药 你不明白旧约 新药很多事都不明白 我们今天新旧约一起 所以我们其实很有福的 好 中东国家反对 美国这里很多人都反对 他不管 联合国 一定做 已经在计划着 明年就在大使馆搬 明年搬 已经在 已经在动手 已经在做很多事 言出必行 你明年你看 一定 这是 很有勇气的举动 也是 站在以色列那边 在以色列那边 就逼 阿拉伯人要和谈 你不和谈 你直接跟美国 来作对 美国如果真是给他经济 什么搞好 军事搞好的时候 重新一次 是会影响这个世界 所以我们要为特朗普祈祷 很大的阻力 很大的阻力 而且我怕会有些流血事件 希望保守得他很严密 他也知道 你出到最后一早的时候 不如现在 大家留意这几个礼拜 这几个礼拜 这几个礼拜 我今晚回去有空 我写下来 也会摊牌 所有黑暗的东西 会出来 而且会很高级 现在问题就是 你能不能够 有证据 能不能够引低 譬如 希拉里 奥巴马 从来没试过上海洋总统 如果发觉他是做这么多违法的事的时候 如果按法律来说 应该有人平等 但是这些是很有势力的人 所以 这个成绩就是 如果不是特朗普当选 全部这些骗骗的事 没人会知道 一年前我们都不知道这么多事情 最近一个几星期开始 现在天天揭发出来 那个时间很快 变成你到一定的地方 到一点 你揭册一下 好了 证据确作 那么多人犯法 那你怎样 如果说 那就算了 那时候 美国就 完蛋了 一定会有些行动 问题是 如何行动 应该是逮捕的 这几星期会 所以 股市这么动荡 不因为经济的原因 是有政治的暗涌在后面 这次会很大件事 这几星期 大家 擦干净眼镜看 很精彩 很动荡 会很动荡 好了 我们试出其多了